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要来谈的就是 关于这个第四环节的部分 就是第四个环节其实是在讲必然 对 就是说美是无概念的必然 就是因为通常这个属于必然的东西 就像逻辑有必然性 它应该是有概念的 可是对康德来讲美虽然是主观的 可是却具有必然的 那哈里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讨论的方式 就是他不再去像前面那样子 他反而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义务那里 来谈美的必然性 所以你在读这个他谈美的必然性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奇怪呢 就是他从六十七页这里开始 他讲到第四个环节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necessary 然后呢 他就完全不再谈necessary这件事了 他就开始从这个康德对于灵魂的观点 然后谈到了这个道德 然后用很大的篇幅一直谈到这个六十九页 然后才回来谈说 他说因为他就像道德那样 而道德是什么 是定言令事 是一定要你非得如此作不可 有那样的必然性 他说所以美也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必然性 这是他的一个讨论必然性的一个进入 那这个进入很特别 我其实这个很少看到人家是用这样子来介绍 这个康德的第四个环节 很少看到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面 他就开始讨论 他说康德的这个审美判断并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怎样呢 就是一种 他是一种认知能力之间所产生的游戏 所以人产生一种愉悦感 那么他也不是什么 就是就像我们在审美的这个普遍性那边 说他是要召唤别人说 我看到这个我会觉得美 我感到很愉悦 我相信你也会觉得美 所以那个当你对别人说他好美啊 仿佛也在召唤着别人一起去分享他 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这样的召唤在 他说如果如果康德所谈的就是这样 这个他的美学已经不得了了 可是康德他认为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 那么他在这里面他就说他指向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说他指向一个他用了这个字 这个referent 他用这个referent就是一个指向之物 他说康德那里有一个referent 而且他还说他是一个strange 他是一个strange thing 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有这个奇怪的东西 你才能够理解这个为什么他是有一种必然性的 他说这个指向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物质身 就是我们的实体 也就是灵魂里面的实践理性 也就是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谈到康德的时候提到他那个墓碑 那个墓碑里面讲到有两个东西 对不对 让他感到这个敬畏跟惊讶的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在我之内的道德的律者 所以显然在我之内是有某些东西 是让人感到这个令人这个敬畏惊讶 或者是我们书里面说的让人感到崇高 你会觉得不得了有这个东西 那么康德在这个审美里面他说 他其实会提到就是这个人是有这种东西 那么你在看美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感受到你有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所谓的奇怪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 感受到你是有这个属于一个普遍的面向的 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灵魂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康德的这个灵魂 所指的这个最深处的 事实上是一个普遍面 而不是你的个别面 因为好像我的灵魂就不是你的灵魂 两个灵魂是分开的 可是也许在真正的灵魂的深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 这滴水把它滴到了大海里面去 它跟大海是没有办法分的 其实它跟大海是没有办法分的 那么在作为自然的个别的面向 我们跟别人是可分的 可是在这滴水的更本质的那个部分 你其实是什么 是这个整个大海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在那里面 其实反而正是我们的普遍性的那个部分 那么它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审美的判断不是只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只是在看一个美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哲学的内涵 而这个是康德的第二批判里面 那个所谈到的 属于人自己自身 而不是外在世界的那个自然律 而是人自己自身之内的东西 这是Hervitz他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Hervitz他就认为 康德的这个审美判断 作为一种反思的判断 其实最终是人对自己的灵魂的判断 就是我在看一个美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反思判断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就已经讲过 对不对 所以最终我其实判断的事实上是我自己 这不像我们在认知外在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纯粹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外在于我的东西 我在看一个美的东西的时候 我其实感受到的是我自己的美丽的灵魂 美丽的灵魂 那么所以这个是跟自己的灵魂是有关的 那么在康德的哲学里面 灵魂最底层的东西呢 恰恰是那使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而且获得那个尊严的道德 因为对于康德来讲 正是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 是人的共同性 是人的普遍性 是人的普遍性 相反的那个跟道德 或者跟实践理性相对立的的那个自然的面向 也就是你的什么 我们上次讲什么孔对 什么平 什么那个 那个反而是一个浮面的表面的面向 那底层的东西才是那个什么 这滴水所属的那个大海 那么对康德来讲 他有兴趣的正是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书里面 这个六十七页里面提到他讲到这一点 他说 其实we can never experience our own souls directly 你有灵魂 可是你绝对不可能什么 说经验到我有灵魂 对不对 如果所谓的经验就是用你的五官 沿着鼻舌声去看到去听到去尝到 你绝对不会说我的灵魂的滋味是怎样 对不对 或者我灵魂的长相是怎样 你怎么去经验到你自己的灵魂 你不可能直接的经验到你自己的灵魂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灵魂呢 事实上是在你的行动里面 对不对 在你的作为里面 那在那里面你感受到 我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说 we can never experience our own souls directly but only through our actions and those of others 我们经由我们的行动 以及经由其他人的行动 然后才会什么 才会知道我们是有灵魂的 since the soul is blind and super sensible 灵魂是超感性的 对不对 灵魂是在所有的感官之上 你不可能用感官去感官到 看到听到 这个摸到灵魂 它是一个 super sensible 的东西 那么 in being a core or self that is known only through its presentation only through what we do we need a way of symbolizing it 可是在我们的行动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有灵魂 那我们怎么去表述这个灵魂呢 我们只能够用一个方式去表达它 就是去象征它 symbolizing symbolizing这个字 你可以看到它有 symbol 对不对 它是一个符号 也就是说我有灵魂 可是这个灵魂看不到 摸不到 所以我没办法把灵魂拿给你 对不对 假设我跟一个同学说 你证明给我看你有灵魂 对不对 你没办法说 你看我的灵魂在这里啊 这就是我的灵魂 你没有办法这样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不可能这个去感受到它 但是我们可以什么 去把它变成一个symbol 来symbolize the soul 来象征它 来表征它 这个它说我们需要 we need a way of symbolizing it and of taking pleasure in that symbolization 而且当我们在这个符号 在这个象征 在这个让灵魂可以被感受到的符号那边 显示它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愉悦 对那么康德的这个 这个是Hervie的解释 我觉得有一点学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感受到美的时候 其实是你看到的你的灵魂 你看到的你的灵魂的符号 不是你的灵魂本身 就是这个美的东西其实是灵魂自身 这个美的东西其实是灵魂自身的 一个表现出来的的那个符号在那边 这是他所表述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知道灵魂在康德里面 他的高级功能有三个 那其他他当然也有低级功能 低级功能的部分就跟其他动物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个我们之前讲的什么控啊 什么痞啊 什么那些什么自然的本能啊 那些其他动物也都有 那么高级功能的部分呢 这是动物所没有的 那么一个就是认知 可是对于康德来讲认知 但是不论怎么讲毕竟而言还是比较被动的 对不对 我只是去认识他 那么所以这个灵魂事实上是静态的 让事物这个进到我这里来 那么灵魂的高级功能在主动的方面 就是只有在表现在道德上面 但是道德的实践 那个做出来这件事情 他没有什么产品 对不对 除了我们看到他的什么 所谓的超手 对不对 我们感受到比如说一个烈士 他那个道德的那个 你会觉得说他是有美德的 你用美德这样的一个字眼 你会看到他是有一个美的灵魂的 可是毕竟而言 作为一种行为一种实践 他没有任何的产品可以留下来 那么康德在这里面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有一个符号在 这个符号可以变成作为一种产品 这个就是在人在创作的时候 创作不同于实践的地方就在 创作是主动的 可是创作的结果会留下一个产品 那么康德会认为 这个作为灵魂主动的这个创作 跟那个实践 道德行为的那个实践 并不是全然没有关系的 因为创作出来的东西 事实上就是他把这个内在的东西给呈现在一个作品上面 所以我们会在那边辨识出灵魂出来 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普遍的东西 所以不会说我只辨识出是那个画家 我不会辨识出我自己的灵魂 不是这样的 因为正是那个东西勾引出了我对我自己的反思的判断 因而我感受到一种美感 所以我在那里面会得到一种愉悦 看到这个东西被显现出来了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么他在这里就是六十八页中间的这一段 他就讲到了这个康德的这个道德的哲学 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很简单的说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道德是来自于人的实践理性的 而不是来自于感情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康德跟雄也成了一个对比 对不对 因为雄认为道德其实就是感情 就是一种感情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道德 你同情别人 对不对 你心软 你觉得不应该这样 或者是你觉得义愤填膺 诸如此类的 就是那事实上是一种感情 康德并不认为那只是一种感情 因为如果道德是按照感情 那事实上感情是一种属于自然的本性 那就会变成什么 你有时候有道德 有时候没道德 为什么呢 因为感情这种东西是变来变去的 你今天爱他明天可能不那么爱 对不对 后天就爱得更多 感情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所以他需要什么 需要安家落户 对不对 那这个安家落户就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用婚姻让他固定下来 对不对 形成一个确定的东西 而不是什么 不是说我今天觉得怎样 我就怎样 感情是变来变去的东西 所以很可能什么 比如说你赶着要去上这个当代美学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乞丐就没感觉 你今天闲闲的 对不对 多看着他几眼你就有感觉 道德如果要倚靠这个东西 康德说这个道德就不可靠 不可靠 所以他要述诸于一个实践理性 而这个实践理性就是我们说的人同此心 每个人都有这颗心 有这个良知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共同的东西 这个就是道德的律者 这就是道德的律者 那么这个是他的道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一种义务论 也就是说道德重要的并不在于结果 目的论讲求的就是那个end 那个结果 就是达到某种结果 比如说能够造成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或者快乐的 那么这个就是道德 那么造成了痛苦多于快乐 这个就是恶 就不应该做的事 那么康德并不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这个所谓的善跟恶 而是这个道德是不是出自于一个义务的要求 就是我的实践理性叫我应该要这样做 所以我就要这样做 即便那个结果很可能是什么 是枉然的 即便结果可能是什么 我被杀头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不投降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道德要求 那被杀头我也必须接受 这个是他的这个义务论的一个特点 那么因为他是一个义务 所以你就非作不可 义务就是非作不可 对不对 那么这个也就是康德说道德的要求 是一种定言令式的意思 这个他称他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们把它换成定言令式 我在以前我还学生的时候 有老师把它换成叫无上命令 那么这个imperative其实就是一个命令句式 所以道德是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说我要这么做 我得这么做 我非这么做不可 这是命令句 那么categorical呢 则是指出他是无条件的 非得如此不可的 那么所以他跟他相对的就是什么 假言命题或者选言命题 假言命题呢 就不是非这样做不可 是假如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么你就要怎样怎样 这个叫假言 那就不是非得如此做不可 对不对 他说假如你要被妈妈称赞 你就要诚实 所以这个诚实是什么 是为了被妈妈称赞才诚实的 这不叫道德 道德不会是一个假言命题 所以这个假言其实是假如的意思 跟if的意思 那选言命题呢也是一样的 也不是非如此做不可 因为假言是if then的句子 选言是e的or的句子 或者你要诚实或者你不诚实 对不对 都可以 都可以 那道德不会是都可以 道德是你非如此做不可 所以他的那个句子不需要什么 一个附属子句去修饰 去现幻现这个主要子句 就是你要诚实 没有别的了 that's all 就是你得诚实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都得诚实 这是道德的要求 这个也就是他所谓的一种定言令式的 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正因为他是一种定言令式 这个theological imperative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用形式去表达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康德非常形式主义 不管是在美学上面 他在道德上面也是 康德从来没有说哪些是道德 哪些是不道德 他从来不讲哪些是道德哪些是不道德 但是他给你一个形式 他说你把这个东西能够放到这个形式里面去 就是符合这个形式那就是道德 不能放到这个形式里面去 那就是不道德 那么他给这个定言令式的表述 其中有两种是比较有名的 一个就是可普遍性原则的一个表述方式 他说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就是什么 对别人做那你要别人对你做的 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做可普遍性原则 可普遍性原则 譬如说你对别人说谎 你就想想看你愿意别人对你说谎吗 你不想要别人对你说谎 你却对别人说谎 这显示什么 你正在做一个不能够普遍化的事情 你正在做一个不能普遍化的事情 那么这个原则其实就是西方的那个传统 称之为叫做黄金律的传统 Golden rule 有人把它换成叫金科玉律 有人把它称之为叫树道 会称之为树道是因为中国儒家 就是这个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可以看到他事实上是从negative的方式来说的 是你自己不要的 你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可是刚刚康德那个是什么 是你要对别人做别人要对你做的 这个是黄金律跟这个白银律的不同 就是差别只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说这样的一种黄金律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Golden rule 他说在康德的哲学理论里面 这个成为becomes the rule of acting out of respect for all humanity 他事实上就成为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尊敬所有的人 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 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良心 什么叫良心 就是你知道你是不愿意别人对你做这个事 可是你在对别人做这件事 这个时候你的良心在告诉你说 你在做一件不对的事 对不对 你在做一件不对的事 这个真的是所谓的良心 所以他事实上显示了什么 一个对所有人性的尊重是 就是一个坏人即便他在做坏事 他其实骨子里 就是他的良心 其实是知道他在做是一件坏事的 不管他外表的显露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科普变形原则 就是把别人当作目的 目的自身 而不是把他们只是当作工具 对不对 当你在骗人的时候 你其实是把他当工具 为什么 你要达到一个你骗他的目的 所以你才要骗他 对不对 所以你并没有尊重他 对不对 你并没有尊重他 那么你从这个目的原则就更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你把别人是当目的看的 因此呢 你事实上就是他这里说的 这个所谓的 acting out of respect for whole humanity 你把他当目的 你把每一个人都当目的 那么事实上你就是什么 尊敬所有的人 因为他们是有人性的 这个人性 也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也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人都有他的一个价值在 所有人都有他的一个崇高性在 以及等等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这个说法 那么康德不管用可谱偏心原则的表述 或目的原则的表述 在他看来 就是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形式规则 他并没有告诉你道德的内容是什么 可是当你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就有内容 对不对 这件事情 他是否符合于这个可谱偏心的原则 或者他是否符合于这个目的原则 就是你可以讨论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纯形式性的东西 那他事实上是用这种纯形式性 所以他并不给一些明显的规划 比如说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对不对 或者要礼义廉词 因为这些这些字眼其实都有他 要怎么做才叫忠 怎么做才叫孝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不是他只给你一个 很普遍性的的 那样的一个形式在那里 那你在运用的时候 你把它放到这个形式来 看看他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理解到 如果从这个科普逊原则来看的话 所谓的不道德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特权 对不对 其实就是特权 为什么是特权呢 因为别人都诚实 你说谎你才会占到便宜 如果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叫做吹牛 对不对 然后你吹牛我吹牛 对不对 你没有赚到任何的便宜 所以你不会什么 就是有人吹牛说 我有五张spec 我有五张spec 对不对 然后不用五张 两张就很奇怪 我有两张spec 两张spec 或者我有五张s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你说你不道德 你不会说他不道德 对不对 你不会说你是不是shodo了 或者怎么样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游戏里面 说谎是必要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要春有不就是说谎吗 对不对 就是要说谎 而且就是看谁 这个被骗 或者谁没被骗 或者诸如此类的 所以在这里面就没有任何的特权可言 对不对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假定每个人讲的话都是真的 因而我对这个人讲了一个谎话 借由这个谎话 因为他的信以为真 让我达到了某种的目的 是这件事情上面让他不道德 对不对 是这件事情上面让他不道德 对不对 那同样的偷窃的情况也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偷窃是不对的 因为你跑到人家去偷东西 人家没有到你家偷东西 如果你到人家偷东西 他也到你家偷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玩什么开心农场 对 你看他 你偷他萝卜 他偷你大头菜 这个 大家偷来偷去 你不会指责他说你不道德 对不对 你不会这样指责 所以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 就是 只有你在做 别人不能做 这个就是不道德 对 考试的时候 只有你作弊 别人没作弊 你才会占到便宜啊 不然人怎么会这个 不然 那如果说大家都作弊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来看去 事实上就变成规则就是都一样 或者说大家都open book 这样子就没有什么不道德 可是如果说只有你偷偷open book 其他人都不能open book 这里就有一个什么 一个不普遍的地方 就有一个不普遍的地方 那么现在你可以理解到 所以人在道德的这里面 他其实看到的是什么 某种属于共同的东西 而且这种共同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是说你甚至不希望去想 这个可普遍性律者 是用哲学表述讲得非常复杂 你其实你的良知 就会告诉你 你这样做其实是不道德的 因为你的直觉就已经在那里了 就已经在那里了 这个是他说的所谓的 the rule of acting out of respect for all humanity 所以道德事实上是什么 就是按照着所有的人 都应该要做的那个事情 所以他事实上是行一条大道 对不对 而不是行一条思路 思人的这个小径 走一条捷径 别人都走那一条太笨了 我走这个捷径 通常你走这个捷径 常常就是什么 就是不道德的由来 对不对 我利用别人走那条 就好像跑马拉松 对 大家都跑那里 我知道走这里其实比较近 对不对 事实上你的不道德就在这里 因为你在这里就是什么 搞出了一个属于你的特权了 搞出了一个特权 别的自由公司他们都是什么 用真正的租在做油 我不是对不对 我去拿那个哪里的那个地沟油啊 飼料油啊对不对来做油 我减少成本啊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的不道德的地方嘛 因为你做的不是大道 你不是行一条大道对不对 所以我说真正的道德 你如果摆在康德那里 其实就是什么 走一条大道 而这个大道竟然是什么 是人之人之所有共同的地方 人之人所有共同的地方 那么也正是在 也正是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意义上面 我们才会看到 他在这里面提到了就是 就是要去找到这样的一种灵魂深处的 就是你属于那个大海的 跟其他人这个完全一样的 那样的一个面向在 那样的一个面向在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说的 那么所以他在这个这里 他就讲到了这个美的四个环节 他说美的四个环节 虽然就是虽然这个美是美 道德是道德 这个美善其实是分开的 可是他说你如果去看 其实康德的美一直在仿效着他的善 这个是Hervitz的一个特殊的论点 他说在他其实重复着道德的结构 因为他说美跟善或者神美跟道德 这两件事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可是形式是一样的 形式是一样的 所以结构是一样的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说 那么在69页的第一段 他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他在那里面他提到说 康德的道德要是什么 就是按照着对于律者的尊重 一个可普遍性的原则的尊重去行事 对不对 而不是什么 按照着你的自然的本性去做 这个是康德的道德所要求的 他说康德的美不也这样吗 康德的美是什么 是这个无私趣的愉悦 他说你不能够什么 就是按照着你个人的癖好 或者是按照你的什么控 按照你的什么私人的兴趣 去感受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不叫做美 那个美其实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大家所共同的部分 所以他所形成的是一个普遍的愉悦 而不是一个有私趣的愉悦 他说在这方面来讲 你看美跟道德 就在形式上有一个共同点 这是六十九页的第一段 这个所说的 那么六十九页的第二段 他讲到这个美的第二个环节 这个第二个环节其实就是普遍性 那么你可以在道德 康德的那个道德上面看到 他的道德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普遍性 那么同样的在美上面你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普遍性 这不用说 所以这两者其实也是一致的 那么第三个他说 在这个六十九页的这个第三段的这个地方 那么他在这里面讲到就是什么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他说美他也在仿效着道德 但是美跟道德有一个不一样 道德是有内容的 道德是有失去的 美没有那个内容 所以美就拿掉的那个内容的部分 就只剩下一个和目的性在 就只剩下一个和目的性在 那么康德为什么要放进这个和目的性呢 就是要让他也跟道德有一个相同的 相似的一个结构或者相似的一个形式 那么最后这个第四个环节 就是这个道德的必然性 他说康德最在判断的句话讲过一个这个话 这是什么呢 就是美是善的符号 美是善的符号 那么这让什么 美跟善有了一个更紧密的结合 那么很有趣 在中文里面美跟善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你看这两个字的字首都是羊 对不对 不管是黑羊还是白羊都是羊 对不对 那么这个说文解字里面说善是极业 从敬 这个两个言这个字 从敬从羊 就是那个善这个字 这个古字的写法是这样 善的古字的写法 那这样太难写了 后来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善 所以他才会说是从敬从羊 然后他说善这个字 与意这个字 与美这个字 与美这个字是相同的意思 然后他讲到美 美干也从羊从大 所以美是什么 羊大为美 对不对 羊大为美 所以他说这个什么 美与善 他也说美与善同意 所以美跟善在古代 其实是很相近的两个字 那论语的八义里面 你看到孔子在讲的时候 他讲两种音乐 一种叫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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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韶乐 敬美与佑敬善也 可是他讲到韶乐的时候 他说敬美与未敬善也 然后朱熙的柱是说 善者美之时也 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观点 就是如果善是美的那个时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外面有个表 就是他的符号 就是美 其实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朱熙的这个柱 跟这个康德的这个说法 其实是很类似的 但是美毕竟也只是符号 美不是善本身 对不对 他是一个善的符号 因为善作为一种道德实践 没有任何东西出来 没有一个成品在那里 美是一个有成品的东西 所以人看到美会有一种愉悦感 因为他在那里面看到他自己的灵魂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 就是所谓的他作为一种善的符号 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七十页这里 谈到了一个看法 就是这个他在前面提到了说事实上 这个我们有一个义务要在美上面得到这个愉悦 那么这个是就是他在这个谈第四个环节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讲到这个审美的必然性 那么这个必然性就来自于这个义务 所以在六十九页这里他提到说 这个又重新的又出现了这个duty 那么就是他说我们有一个义务要这样做 这个就是审美的必然性的一个由来 那么在到了这个七十页的地方 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心灵 在这个七十页的第一到第二行 他提到一个like-minded judges 相似心灵的判断者 对于那个形式之美的相似的心灵的判断者 而这真是什么 人作为一个人的那样的一个共同性 这样的一种共同性 那么这几乎成为什么 他说几乎成为是康德的宗教 康德的一个信念 那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康德的信念 这恐怕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信念 就是作为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时候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信念 建立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不是建立在天堂 而是建立在人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 他们是在一个高度的一个基础上面 一个相同的高度的基础上面 那么能够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面 就因为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性 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性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类的社会里面 他们把人给什么 这个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结合起来呢 其实就是什么 藉由宿诸于这个培养 或者是这个培朔教育 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精神 这个精神呢 在这个这一节的最后两行 倒数第二行呢 他提到有一个fellow feeling 就是大家是一样的那样的看法 那么我们在前面 在这个 这一节前面的地方 这个谈到那个希勒的那一首诗 那事实上那一首诗表达的 正是这样的一种 四海之那些兄弟 这个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性 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在那时候 这个给大家稍微看了一下歌词 那么那首歌呢 就成为这个欧盟的盟歌 就整个欧洲的一个共同体 他们的一首曲子 他们的一首曲子 那么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最后 我给大家看的 就是他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that community exists on a similar high ground and binds itself together in a way that cultivate moral spirit through fellow feeling 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fellow feeling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 其实也就是希勒那首诗里面所要表达的 这个是这个第四节 那么在最后他所谈到的这个 这个必然性其实已经把我们 这个导引到这个另外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第五节主要谈的这个崇高的概念 就是在这里 这次呢 就是我们这个主要谈的 这个是这个人的佩合 就是这些人的佩合 这个人的佩合 就是在这个人的佩合 就是这些人的佩合